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拥有独特的攻击方式 那就是突袭 他可以在4-6格的范围内直接冲刺到敌方面前并造成双倍伤害 从现在数据来看 他的突袭伤害可以直接秒杀公主 并且突袭是没有冷却时间的 只要附近有符合突袭的目标 幻影刺客就可以立刻发起第二段突袭 而且突袭是可以穿越大单位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幻影刺客是直接穿越了我方前方的巨人 直接进攻到了皇家塔 幻影刺客在突袭的过程中是无敌的 所以说在突袭中 火球 滚木等法术均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同理 他在对阵巨石投手的时候 他也可以轻松地躲掉巨石投手的第一个滚石 幻影刺客预计会在3月24日推出 但是在提前一周的时候 也就是3月17日的时候会开放幻影刺客挑战赛 挑战赛采用的是卡片互选模式 游戏的双方有一方能够选择到幻影刺客并使用 达到12胜就可以获取到传奇卡牌幻影刺客 不仅如此 本次挑战赛还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奖励模式 叫做里程碑奖励 当你在挑战赛当中达到2胜 4胜 6胜 9胜 12胜时 都会获得额外的奖励 但是这个奖励只能领取一次 也就是说当你已经取得12胜时 再次挑战这些里程碑的奖励是不能够重复领取的 好的 那么今天有关于皇室战争新卡 幻影刺客内容就到这里 那么我之后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皇室战争更新的内容 我是教夫桑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